大家好,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我先吳,我叫吳博明 除了是G0VE臨時政府的參與者以外 我也做過幾個跟台灣的科技政策和公共參與有關的專案 也參加過幾次OGP的年會 不過在今天來這個工作坊之前 我有一陣子沒有跟到台灣在推動開放政府行動方案方面的進展 所以也算是對我來講也是一個部席 也希望等一下跟各位是一個互相學習的機會這樣 那我們進入正題 這個OGP開放政府行動開放政府夥伴關係 我想大家多少都有點概念 然後我們也前面應該有提到有多方委員會 有多方委員會然後有國家行動方案 跟獨立審查機制的三個元素 或者是流程的環節 那我們等一下要講的主要就是國家行動方案這個環節 那在OGP的涵蓋的政策範圍裡面大概有這幾個 我想可能各位昨天有看到這個列表 那大概有幾個這樣的主題是OGP的commitment OGP的行動方案會觸及到的政策領域 那這邊要跟大家說聲抱歉就是我昨天晚上還在改投影片 所以我現在用的投影片跟各位手上拿到的印刷的版本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等一下會多一些東西 那我已經把檔案交給活動的主辦方了 所以你們有需要檔案的話可以跟活動的主辦方要 先跟大家說抱歉 那不過有一個好處是因為我昨天還在改投影片 所以我也已經看到國發會把10月28號的會議紀錄跟相關的資料都放到台灣開放政府行動方案的網站上面了 所以我可以參考一下這邊有一些公務單位朋友們所提交的行動方案的草案 所以大概有我知道大概有12個目前的草案 然後我想10月28號各位有收到一些回饋 那等一下可以的話我們可以再來討論一下各位有什麼有疑問或困惑的地方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可以怎麼樣彼此幫助這樣 那我這邊要強調的是OGP的國家行動方案 雖然我等一下會講的都是國家行動方案 但是這三個元素這三個環節的機制是環環相扣的 那等一下會講國家行動方案 可是我相信各位如果是負責撰寫這個東西的朋友一定會感到有點困難 那如果你覺得在這個階段有困難 你覺得很卡不知道這個東西要寫什麼或是要寫什麼才會符合大家的期待的話 我自己不是公務單位裡面的人員 所以我是比較民間社會的角度 那對我來講可能會可能是遇到了兩個問題 就是在這前面跟這個後面的這兩個環節 所以第一個問題可能是多方委員會沒有發揮功能 因為照理講一個運作良好的多方委員會 是可以讓你收集到民間的意見的 如果你在發展你的草案的過程中 就有收到民間委員的意見 然後跟他一起談出一個彼此都覺得OK的方向的話 那應該可以解決很多你在寫行動方案的時候 覺得困惑不知道要怎麼解答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缺少 可能是缺少從獨立審查的角度來思考行動方案 因為我等一下會提到獨立審查機制 就是他有一些特定的要求 或是他們研究上面的指標 那這個指標有呈現在各位一些國家行動方案的那個表格裡面 但是可能你們沒有辦法很清楚的知道研究者要看的是什麼 那研究者要看的其實就是公民社會要看的 所以如果這部分沒有接上的話 你們可能花了很多力氣寫 但是民間的委員可能還是會覺得不滿意 覺得你沒有寫到重點 所以我等一下也會講一下 從這個角度來看獨立審查 你應該要了解它的什麼要點 那我知道台灣有在推動多方委員會的 民間多方委員會的進展 但是我不太清楚情況是怎麼樣 所以那個部分我就沒有辦法講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獨立審查機制的報告的內容 就是等一下會更詳細的講 獨立審查機制的流程 但是這邊可以提到的是幾個 這個報告的內容所要談的指標 就是獨立審查機制會有獨立審查的研究員 根據幾個指標來判斷一個方案的好的程度 好到哪裡 那第一個是明確度 就是這個方案的行動方案的文字裡面 有沒有講清楚這個機關要做什麼 然後這個機關要做的事情 跟這個方案的目標有沒有關聯 然後最後是這個機關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驗證的 他做了12345個里程碑或者是事項 承諾的事項 那這事項是不是每一個都可以驗證 這個部分我覺得大家都基本上掌握得不錯 就是我看大家提出的草案 那個承諾事項的部分大概都寫得出來 比較會缺乏的 有一些部會可能會比較欠缺的是 你寫的行動方案的內容 跟這個方案要解決的目標 這個方案的目標到底關係是什麼 剛剛阿端有提到一個抽象的例子 就是我們可能要辦10場或是50場的會 那它是放在某一個行動方案底下 比如說促進某些類特定族群的參與的 某些特定族群參與政策制定 那你辦了很多會 可是它跟這個目標到底關聯是什麼 這個要在行動方案的文字裡面寫出來 因為獨立審查員它不是看你實際上 不是先看你實際上執行了什麼 在前面這三個指標上面 獨立審查員是看你寫了什麼 然後去判斷明確度到哪裡的 所以如果你們覺得有那個關聯的話 要把它寫出來 那個審查員才能夠在他的報告裡面說 你們有建立這個關聯 然後你要做的事情是清楚 那個方向是正確的 那第二個比較容易是跟OGP價值的相關程度 就是透明參與課則這三個價值 我想這個大致上大家都還寫得不錯 只要跟其中一個價值有相關聯就可以寫進去 那第三個是影響力 影響力這個比較難解釋 不過等一下會再更詳細的說明 但影響力基本上是跟現在的狀況相比 這個方案如果完全執行 完全的執行出來的話 它可以推進現況多少 它可以在這個現況上面增加多少改變 所以它是有一個基礎的 出發點是現況 然後最後能造成多大的改變 是假設這個方案成功的全部都執行出來的話 那跟現在相比可以有多少改變 那第四個這個是在行動方案完成之後 才會進行評估的 就是這兩年或這一個週期過去 你的行動方案到底是成功執行了多少 所以這幾個指標是我們 就是大家可以放在心上 那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獨立審查 OGP的獨立審查機制有一個特別的東西 如果你們想要更了解 其他國家的好的行動方案是怎麼樣的話 獨立審查報告會把一些好的行動方案打個信號 就是剛剛阿端有講的OGP網站上面有個Dashboard 然後那邊可以查到所有的國家 會員國他們提出過哪些行動方案 然後他們的審查結果是什麼 在那個裡面它會把某一些方案打信號列出來 這個一個方案要能夠被打上信號 就表示是一個理想中的OGP的行動方案 那這種方案它要符合幾個條件 第一個是它的明確度要從中到高 這個意思差不多是說 那個方案的敘述文字裡面要講清楚要做什麼 而且那個要做的事情是可以被驗證的 那如果你要做的 如果那個方案裡面要做的事情 跟方案的目標沒有那麼清楚的關聯的話 這還是可以再算在明確度中 如果有關聯的話會更好 那第二個是它跟OGP價值的相關程度 至少要跟其中一個價值相關 就是透明層與各則 任何一個都可以 那你要寫得出來它跟這個價值有相關 才是OGP要的方向 那第三個是影響力要具有改變現況的影響力 那我等一下再解釋這個改變現況 因為它是最難達成的條件 那第四個是在整個週期run完之後 這個行動方案的完成度要到大部分完成 或是全數完成 大部分完成就是完成的比例很高 超過一半或者是某一個比較主觀一點的範圍 substantial是這個意思 那但是這幾個指標都還要好理解 可是具有改變現況的影響力 這比較難理解 英文的原文用的是transformative 它的意思是這樣呢 在你的這個行動方案 如果它成功的完全執行以後 在跟它相關的政策領域裡面 能夠改變原本大家做事的方式 所以是影響範圍是很大的 只要跟這個政策相關有關的人做事的方式 都有可能被這個方案 因為這個方案的實行而改變 然後這個改變出來得到的新的做事情的方式呢 要對於解決行動方案 所想要解決的問題有幫助 那獨立研究員會根據 跟公民社會或者是一些公務員的訪談的內容 去判斷這個行動方案實行的結果 有沒有達成這個效果 或是在行動方案在寫的時候 它有沒有可能會達成這樣的效果 所以通常那是一個很 不是量化的指標 它是一個根據某些原因 它判斷可以這樣子 所以那就要去看每一篇報告裡面 它根據的理由是什麼 那通常至少會舉出兩三個 或是更多一點的理由 然後根據兩三個不同的 相關的專業人士來源的資訊來提供 那因為這件事情很難達成 但是這件事情也是OGP的想法裡面 這個流程設計裡面最重視的部分 所以有很多OGP 在OGP自己的研究報告裡面也會講 過去的行動方案 常常出現的問題是不夠有企圖性 就是影響力不夠大到會transformative 會改變大家做事情的方式 那OGP最希望的就是可以讓這個機制調整到 盡量可以讓大家追求這件事情 追求我們做出來跟花時間去實現的行動方案是可以改變現狀 那也有很多的審查報告裡面會提到的是 這一次的行動 那個國家這次的行動方案可能很明確 然後都有達標都有做完 但是整體來講就是不夠有企圖性 就是在這一點上面會出問題 那這就是阿段剛剛講的不夠有野心的意思 好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如果要看那個獨立審查報告的話 有第二個可以看的地方是審查報告最後面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方案執行完了 那它有讓政府變得更開放嗎 這是一個比較open question的問題 那它的句子意思就是 Did it open government 就是這個開放是動詞 有讓政府變得更開放嗎 那這個是因為 在前面的那幾個指標 有可能有一些方案它符合前面那幾個指標 在前面那幾個指標上面的表現很好 但是最後做出來沒有辦法 對政府的開放有什麼效果 那這有好多原因 有其中一個原因是執行的不夠完整 有完成度不夠高 所以這個問題會在那個行動方案那一輪run完之後 結束的獨立審查報告裡面提出來 就是在結束的時候 它會說這個方案的原本設計的用意可能很好 但是它執行的程度不夠 所以它沒有辦法真正改變相關的領域裡面做事情的方式 那也有可能它原本的方案寫的沒有很好 寫的不是很清楚 然後那個也不太能夠驗證 但是做完之後 根據訪談民間專家意見的結果 覺得它其實達到了開放政府的效果 所以有可能一個方案在前面的評分不好 但是在最後面 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審查員給他的評分是好的 所以覺得他是做到了出眾的成果 就是真的能夠改變大家做事情的方式 所以這是兩個可以觀察指標 一個是在方案執行前的設計階段 一個是在方案執行完以後的評分的定量的階段 好 那我接下來就講幾個國家他們行動方案的概況 然後有一些案例可以討論 第一個我想講想談一下的是加拿大 那加拿大參與OGP的過程大概是2011年加入的 然後它前兩份的國家行動方案的設計上面 就說它要延續過去他們做開放政府的那些政策 因為他們在加入之前 他們就有推行一些資訊公開跟參與的政策 那他們希望在前兩份NAP裡面 繼續延續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一個例子 就是你拿以前的政策來寫到新的行動方案裡面 這不是不行的 因為結果在這兩份NAP 這兩份行動方案裡面得到的評價是不錯的 重點是他們在過去那個基礎上他們增加了什麼新的東西 然後那個新的東西是不是可以讓這個開放政府這件事情 在上面再增加新的東西再往前推進 所以在前面兩份行動方案打下基礎之後 它後面的行動方案的做法就不一樣了 那是因為它站在前面的這四年所開發出來的基礎 那這個基礎是說他們主要專注在兩件事情 一個是開放政府原則 一個是開放政府授權 就是原則就是所有政府裡面機關一體適用的 哪些資料應該開放 哪些資料應該屬於哪些機關 然後資料的所有人他能夠擁有多少權限 然後你要怎麼像其他的政府機關 你如果是其中一個政府機關的話 你怎麼樣跨機關跟其他的機關索取資料 等等這些操作的原則 那這個原則告訴大家說 我們現在要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有一個共同的民文規定的方法 那接下來大家習慣之後就可以比較容易推進一些 比較單一項目上的整合 那第二個是開放政府授權 這就跟台灣的國發會推動的授權是一樣的 那加拿大政府要釋出開放資料 開放政府資料的時候用的是同一個授權 或至少是全部都互相相容的授權 這樣子民眾或使用者在使用這些資料的時候 就不用個別應付各個機關不同的授權方式 所以他們在第一份NAP裡面 其實只做了這兩件事情 就是只有把開放政府原則跟開放政府授權弄好 然後到了後面他們才去研究各個部會的細項要怎麼去做 那三個策略就是延續他們之前的策略 所以有開放資料 開放資訊就是資訊公開的意思 然後開放對話就是民眾參與的一些路線的專案 那到了2016年之後 他們可能覺得我們有一個不錯的基礎了 這個時候他們才開始改成是目標導向的 所以有幾個特定的目標 就是open by default是政府的資訊預設 都要是公開或是開放的 然後財政透明 然後創新 還有世界接軌 世界接軌就是用國際的標準 來處理政府的資料跟資訊公開 那到了這個時候 過去加拿大的行動方案在2018年之前 他們沒有正式的多方委員會的機制 但是他們會花大概半年多的時間跟公民社會討論 他們要做什麼 公民團體討論要做什麼 那但是即使是這樣子 而且那個措施的行動方案的成效還不錯 但是他們仍然經常被指出 這方面的公民參與不足 就是在獨立審查報告裡面會講 在行程行動方案的過程中 你沒有更主動的去接觸公民社會 然後公民社會參與的管道沒有成為一個機制 而是一個你想到要做才去做的事情 所以會那個審查報告裡面會指出 這是未來加拿大政府如果要繼續推進的話 可以改進的地方 所以因為這樣他們可能是因為這樣 他們在2018年就正式的建立了多方委員會的機制 這個是在Dashboard上面可以看到的 對於加拿大歷年來的四個行動方案裡面的每項承諾的情況 那這底下就是四條線是第一個行動方案 2012年到2014年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那這個結果的長條圖都是獨立審查機制 就是產出來的報告所得到的結果 所以最後一個行動方案還沒有經過獨立審查完成 就沒有資料 但是前面三年是有的 那這幾個區塊的意思是這樣 上面的這個藍色 比如說這裡是10% 這就是說這一年的行動方案裡面 有10%的承諾是被打信號的 就是優等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幾個條 要通過那幾個標準的優等的條件 那橘色的意思是它沒有到優等 它可以有改進的地方 並不是說它不好 但它可以改進的地方是 它應該可以加強它的執行 Focus on implementation 就是完成度不夠的意思 就是這個方案設計不錯 但是最後兩年過去的 它沒有執行到預期的程度 那下面這一大塊比較深色的 大概79%的 這是Focus on design 就是應該加強設計 這個方案本身的設計 就沒有很理想 它在設計上面有一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那設計上面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 所以它有分三個細項 第一個是增強影響力 就是這個方案原本所想要解決的問題 就針對這個想要解決的問題 它所提出的行動的措施不夠有野心 就是這個部分 百分之37 中間這個是增強相關性 就是這個方案很好 然後做得也不錯 但它最主要的問題 是做出來以後 跟開放政府沒有太大的關係 就是跟價值的關聯不夠 然後第三個是應該增強可驗證性 就是這個方案列出了很多 但是每一件事情 要做到什麼程度才叫做做完了 是比較看不出來的 就是寫得太模糊的意思 所以大概可以看到這三個行動方案的分布是這樣 所以我剛剛說加拿大的 在OGP這個機制裡面運作的還不錯 是因為他們每一年的行動方案 其實都有蠻不錯的比例 是被打信號的優等的行動方案 那表示他們可以透過這套機制 跟公民社會合作 然後提出好的 並且實施好的好的方案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個其中的例子 這個是在2014年的 2014到2016年的行動方案裡面 所提出來的承諾 承諾是Open Data Canada 這是英文喔 所以我跳過看後面的中文 Open Data Canada 就是顧名思義是加拿大開放資料嘛 那它所承諾的事項基本上是這樣 一句話 只有一句話講完的話是說 這個計畫將在開放資料這個方向上 移除各個政府之間的界線 然後建立共同的開放資料 原則標準和收權 那這不會限於哪一個資料 哪一個政府是資料擁有者 所以這有一些當地的政府架構 跟台灣不太一樣的地方 所以它會先寫現況是什麼 現況是加拿大是聯邦制的政府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更分散的政府 它們之間沒有那麼強的權責的關係 所以很多的施政是同時涉及各個單位的政府 從municipal municipal應該是鄉鎮縣 大概是台灣的鄉鎮縣市的層級 然後provincial跟territorial 大概是台灣的縣市的層級 然後federal就是聯邦 就是接近台灣中央的中央政府的層級 所以有很多的施政 比如說工衛交通農業 也是要橫化這幾個組織跟運作方式 很不一樣的政府層級的 所以這個計畫它的野心在這邊 它想要用同一套開放資料標準 跟原則跟授權 去一體適用在各層級的政府的開放資料措施上面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這仍然是它在承諾事項的內文繼續寫下去的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是因為它會整了公民和公民團體的意見之後 跟公民確認過 開放資料的重點是要讓使用者可以很容易的 把不同來源的資料合併在一起 組合在一起 跟使用者確認過不同政府單位的資料 能夠組合起來 能夠組合起來 就一定要有一套一致的分類方式 或者是一套一致的 一個編碼方式去識別各個政策 所以需要有這些東西 公民團體取得資料只能夠把它合起來 那這就是他們承諾要做的 那要做到這件事 就是他們跟公民團體確認 這件事情很重要 要做之後 他們想要做到這件事情的方法是 切成幾個小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 這可能會涉及很多問題 一個是資料擁有者是哪個單位 然後你要能夠很容易的搜尋到不同來源的資料 所以要有一個整合的搜尋界面 所以不管那個資料在哪個平台你都搜得到 再來是大家的資料授權要用一樣的方式 可是各級政府之間的權責 並不是那麼 並不是那麼由上到下的在聯邦制的政府裡面 所以要能夠讓所有各級政府都用同一套資料授權 這也是很困難的 那資料的分類也要一致 那最後是各個行政單位的能量是不一樣的 因為不同規模的政府嘛 他們能夠投注在開放資料這件事情上面的公務的能量 本來就不一樣 所以這有一大堆需要解決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要怎麼解決 並沒有寫在承諾事項裡面 他們做的事情是列出了有這些問題 然後列出了誰要負責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成立了一個Open Data Canada的指導委員會 這也是這裡面包含各層級政府的代表 那這個單位會負責執行 或是討論要怎麼樣執行 然後加拿大應該是 他們的聯邦政府的 指導委員會的上面 應該是直接隸屬於內閣 他們的內閣要對這件事情負責 就我的理解是這樣子 好 所以剛剛前面講的 對不起 所以關於回來看我們今天要討論是怎麼寫行動方案的承諾事項 這幾件事情就是要會寫一個好的行動方案的承諾事項裡面要寫出來的就是現況是什麼 然後我們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那我們需要 為要做到這件事情我們需要克服哪些困難 然後最後誰要為這件事情負責去推動它 那他們寫了行動方案之後 接下來就是把要做的事情分割成可以驗證的成果 所以他們列了五個可以驗證的成果 或是Milestone里程碑 第一個是建立各級單位都可以使用的開放資料原則 然後再來是協助各單位採用共同或相容的授權 那第三個是找出現有的新的 而且符合現有的或新的 符合國際標準的開放資料標準 這個標準是資料格式的意思 所以它包含那個詮釋資料或是資料格式 有這些建議之後才能夠供政府各級單位使用 所以這就比較到執行面的問題 那第四個是建立整合的資料搜尋服務 就是資料不管放在哪一個open data portal 不管放在哪一個平台 它都可以被單一格搜尋的界面搜尋到 那最後一個是推廣全國資料運用的活動 這有點像是台灣會辦黑客松的類型的活動 他們總共列了五件要達成的事情 那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 所以多少是可以驗證有沒有做到的 那個各個程度不一樣 所以等一下這個評分應該會看得到 那最後是在政府機關裡面 負責這件事情的相關單位有列出來 就是Treasure Board of Canada Secretariat 這個大概是加拿大的國庫委員會 加拿大的國庫委員會管財政人士還有資訊 所以這個部...因為這是資訊公開嘛 所以它跟資訊有關係 所以在這個部會裡面主管這件事情的人 大概有點像是台灣會說的政府裡面的資訊長的角色 對這件事情負責 那我們剛剛講的 對於一個民間的研究 獨立的研究員或是民間的團體 我們會怎麼看一個開放政府的行動方案 就會根據這幾個指 就有可能會根據這幾個指標來了解 所以我畫幾個圈圈是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整體的評分 這底下是五個 那五個他們要做的可驗證的成果的個別的評分 然後第一個是這個行動方案整體的評分 所以這個圈是Medium 就是在明確度這件事情上面它是中等 因為它講出了它要做什麼 但是這件事情 研究員覺得它跟這個目標 就是最前面它說的這個目標 抱歉 最前面它說的這個目標移出各政府之間的界線等等等等 不見得有那麼明確的關聯 所以它是Medium 那但是Medium沒有關係 它後面這個價值是清楚的 然後它所帶來的影響是 是真的可以造成改變的 因為這要改變整 所有政府層級裡面的 相關的公務員的做事的方式 你不能只看你的單位在做什麼 你必須要符合一個大家共用的原則跟標準 然後你要釋出資料的時候要用授權等等的 所以它的確很大的改變了大家做事的方式 所以因為這三個評分 它是一個優等的打信號的開放政府行動方案 那最後執行的結果呢 就是最後會問的問題 執行完之後它有沒有真的讓政府變得更開放 它的評分結果是marginal 就是稍稍有一點 比較良好的是major 就是很大的突破 marginal就是在既有的邊緣上面多做了一點點 所以這兩個的差距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有很不錯的企圖型 想要打通很多的關節的行動方案 那最後可能因為有種種的原因 它最後的執行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 沒有達到理想中的執行度 那最後執行的結果沒有達到理想沒有關係 因為明年是可以下一輪回合的行動方案 是可以延續之前的行動方案 再去提出新的要做的事情的 然後繼續在這個方向上追加跟補充 所以在加拿大的這個行動方案的承諾事項的重點 有什麼呢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政府以外的人 覺得好的行動方案要有哪些重點 第一個是線況是什麼 然後這個線況對公民社會來講造成了什麼問題 比如說各位可能覺得某些邊緣族群的政策參與政策制定的管道不足 那要把他的線況寫下來 他的管現在有哪些管道 或他現在完全沒有正式的管道 那這對公民社會來說有什麼問題 就是不管什麼樣的群體 他當然希望自己的參政權是能夠得到代表性的在政府裡面 所以這樣的東西是應該要在承諾的文字裡面寫出來的 那這樣子你在下面說你要辦多少會 要辦多少公民參與的活動才會有它的意義 因為它是對應到之前的你想要解決的問題上面 那第二個是要說明為什麼你承諾要做的這些行動 可以解決上面講的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要承諾我們做了一些里程的措施的話 最好每一個措施都能夠講得出來它為什麼可以解決問題 那如果它不能夠解決問題 或者說你跟公民社會或者是民間團體的人討論之後 不太確定它為什麼能夠解決問題 那其實也不一定要寫進去說真的 因為寫進去的話就是你要多做一件事情嘛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寫進去的行動方案 你們心裡都有個底而且能夠講得出來 它到底為什麼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前面提出的這個問題 那才是好的行動方案 那第三個是關於與OGP核心價值的關聯 同樣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我個人看審查報告的結果 我是覺得跟核心價值的關聯 是可以不用做太多說明的 就是核心價值很清楚就是透明參與課則三個 那對我來講照理講前面的承諾事項 跟前面想要解決的問題 如果講得夠清楚的話 到底對應到哪個核心價值 其實應該是很清楚的 你只要把那個核心價值的是哪一個寫進去 其實對政府外的人或是公民社會 或對獨立研究獨立審查員來講 我相信是有說服力的 那第四個是剛剛說的做不完的承諾事項 沒有關係 你不用那麼擔心你承諾了太多事情做不完 因為在OGP的流程裡面 我們是希望你有一個清楚的方向 然後這一回合的承諾事項做不完 你可以在下一回合修改它然後繼續去推進 那重點是每一次推進有沒有達成 跟現況相比足夠的改變 如果有的話一步一步的做下去是最好的 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個不斷回來的過程 台灣的講法就是滾動式修整的過程 所以這本來就是一直做下去的事情 好 再來我簡單的講一下紐西蘭的情況 紐西蘭是在2013年加入的 那它的情況跟加拿大很不一樣 它的第一份國家行動方案是2014年 然後拿出來就會批評 這個是把本來政府就要做的計畫 拿來填行動方案 那然後它也被批評 這個行動方案產生的過程不夠開放 就是被找來參與會議的專家 它只有名單上的那一些 然後其他人都沒有辦法加入 那其他人要加入的話 紐西蘭政府當時說 有一個線上參與的平台 叫Lumio 大概有點像台灣的可能 就大家都知道有幾個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說join平台跟Lumio一樣 我是說台灣有一些線上參與機制 那有線上參與機制是好的 問題是主持 紐西蘭政府主持 開放政府行動方案的單位 他們沒有想要出來在那個論態上主導討論 不是主導 主持討論 比如說問有意義的問題 問大眾有意義的問題 然後給予大眾回饋等等的 他們沒有人在平台上面做這件事情 那大家討論就不積極 所以最後那個線上參與機制 就變成是一個空城 就沒有人在上面討論 所以在報告裡面就 它就被批評 產生行動方案的過程不夠開放 那所以整體來看 它不夠有企圖心 然後我應該要有企圖心的講得快一點 所以 紐西蘭的行動方案大概是這樣子 我剛剛說 這條黑色的就是應該加強設計 這條黑色的都是 它的方案本身的設計就不良 那一直到了第二年 第二輪的行動方案 它才有一些方案是比較好的 比較優良的 那這應該是一個開放國會的行動方案 所以它的行政部門在列行動方案的時候 前兩輪其實表現都並不好 那很快的舉個例子 它在2014年提了一個承諾事項 叫做BPS results 那大家對它最大的批評就是 這是2012年已經啟動的計畫 就是在他們提出承諾事項之前 兩年就已經開始啟動了 那這是一個量化的計畫 所以他們設 這個計畫設定了五個領域的量化指標 那有這幾個指標 然後是結果導向的 所以這個計畫本身是 不斷的追蹤在這五個領域的進展 某些數字 比如說就業率的數字 比如說犯罪率的數字等等 然後不斷的公布這個數字 那追蹤它 看看它有沒有隨著時間變得更好 這是原本BPS計畫的初衷 那在OGP的承諾事項裡面 政府做了兩個承諾 第一個是追那個BPS這個計畫的指標的 指標的數字 他們會定期發布 所以BPS計畫本身並不是 承諾的行動方案之一 他們承諾的是我會定期公布這個數字 那第二個是BPS計畫裡面有一項是運用科技 讓公民更容易與政府互動 那這項因為跟開放政府有一些關係 所以他們把它列進了當年的行動方案裡頭 所以就BPS這個計畫本身可能範圍很大 但是在這個列進行動方案 列進開放政府行動方案的部分 其實只有這兩個項目 這兩個項目本身很小 因為第一個只是說你會公布數字 第二個是說我會推動這件事情 那問題在於政府沒有講清楚 他要怎麼推動這件事情 所以我等一下才會講 所以政府當初有承諾 在列進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政府自己知道這部分講得不清楚 目前做得不夠 所以他們要追加這件事情 但他們追加的時候 他們說之後我們會提出 要怎麼做這件事情的藍圖 但最後這個藍圖沒有提出來 所以在這兩件事情上面 他們都做得並不多 所以這一個承諾本身的評分就蠻差的 就是講得還算清楚 但是重點是potential impact 就是影響力很低啊 因為它並沒有在現有的現況裡面 增加或改變多少事情 然後最後就算做完了 它真的有讓政府變得更開放嗎 研究者的結論是沒有改變 是非常直接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有問題的行動方案 那它的問題有哪幾個呢 對我來講它有一個問題是 它想要把BPS Result 就原本政府在做的事情 納進行動方案裡頭 這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計畫本身 2012年開始 它推動的內容幾乎都是 政府單位內部的業務調整 這跟OGP的價值沒有太大關係 所以那個計畫本身有很多東西 都跟開放政府行動方案扯不上邊 第二個是 這個結果本來依法就要公開 所以OGP的行動方案所承諾的 只是我要定期公開 然後把它放到網站上面 讓公民去追蹤進度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小的進步 非常小的改變 第三個是 他們後來補充說 他們想要增加一個 跟透明參與有關的BPS的計畫 但是政府後來沒有依承諾 去發展出這個計畫相關的藍圖 所以最後也沒有達成什麼執行率 那政府當初承諾 要發展公民參與相關的藍圖 是因為就在其中報告裡面 政府自己都承認說 我們在這個項目上面的承諾事項 其實是本來就要做的事情 所以以OGP的精神 應該要說 我們現在就要做到這邊了 那我現在既然要加入OGP 要套用這個架構去推動公民參與 跟開放政府的話 我應該要在這個基礎上面 再多做一點 所以在OGP的精神裡面 應該是要你有一個基礎 有一個現況 然後我們試著再多做一點點 看要多做什麼 所以政府承諾它會發展BPS的藍圖 就是要多做一些什麼事情 但是政府後來沒有辦法提出這個藍圖 然後他也講不出來 在這個計畫底下 根據這幾個價值 能夠有提出哪些具體的進步 所以在最後被獨立審查 極致評見的時候 他們就認為 其實最後沒有達成什麼改變 好 我最後很快講一下烏克蘭 烏克蘭是在2011年加入的 如果你們想要看單一國家 在OGP的流程裡面運作得很好 然後烏克蘭是一個很不錯的例子 他2011年加入到現在有86項承諾 其中有超過十分之一的承諾 是成效良好的 就是被打星號的優良的承諾 所以我簡單舉幾個他們的成效良好的承諾 有哪些 這是他們的統計圖 所以他們每一年都有一些 成效良好的被打星星的承諾的行動方案 所以第一個是他們2016年承諾了 Open Public Procurement 就是開放標案 那他們承諾會用開放標案標準去釋出資料 所以這是一個國際上通用的資料交換的格式 國際的標準 再來他們開放標案申請軟體介面 就是開放一個軟體介面 讓其他人 民眾可以取得投票廠商的資料 然後他們成立了政府標案獨立監管單位 就是獨立於政府和民間之外監管政府標案的運作 然後第四個是提供公眾feedback的管道 所以你如果覺得某個標案 投標過程有問題或是執行有問題的話 你有一個管道向政府說 然後第五個是 這就是我覺得真的很厲害的地方 是他想要做的是把政府的標案 和公共支出的資料 跟國庫的支出資料 還有政府單位的合約和驗收的資料 全部連結在一起 所以這是一個跨很多不同部會單位的連結的行動 那把這一套都做起來之後 就有機會從標案的資料開始追蹤一個標案 後來實際進展的情況 跟比如說一個廠商 他過去幾年連續取得了幾個那樣的標案 那這一整套都是烏克蘭 長年以來試圖用開放資料去對抗貪污這件事情的措施 所以對我一個有在看國際上開放政府行動的人來講 我覺得前面幾個是大家都會想到的 就是大家覺得有嘛 現在就有 所以其實是可以做 但是最後一個是真的很厲害的事情 就是他們能夠把這件事情推進到這一步 這是我覺得他有企圖心的地方 那重點是他們真的做到了 就是這是一個打星號的專案 所以他最後的完成度是高的 所以他真的把這件事情做出來了 那第二個例子是 Executive Industry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這個就是礦業資訊公開法 他們想要承諾的是 烏克蘭國會已經提出了一個 礦業資訊公開法的草案 他們想要行政部門支持這個草案 並且第二件事情是依照一個國際組織 叫礦業透明協議的標準定期提出報告 所以這是支持一個立法的行動 並且根據一個國際的標準 做自己的透明度報告 然後第三個行動承諾事項 是2014年的 Access to Communist Area Archives 就是轉型正義相關的專案 那相關的政府的相關的承諾 對不起 所以這只有一句話 就是透過以下方式 確保公民可以取得以下的公眾資訊 哪一種公眾資訊呢 就是取得蘇聯時期內務部 秘情局的檔案資料 那他們這個方案 行動方案希望能夠對烏克蘭的內閣 提出一個法律的草案 這個草案會規定取得後面這些資料 所需要遵循的流程和條件 這就是一個立法的行動而已 那這整個承諾事項的全文 就只有這個樣子 那我先跳到下一張好了 所以我覺得特別要提烏克蘭的例子 就是前面我講了很多承諾 那個開放政府行動方案的承諾 應該要怎麼寫 然後符合哪些格式 每個格式有哪些要求 但是其實最裡面的重點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就是最後我們在看那個方案的時候 它不是由政府裡面的人在評價 或評分 或是來看這個方案有沒有影響力 它是獨立審查機制在看的 獨立審查機制是訪問民間專家 跟相關專家所做的評分 所以如果是這個方案 當初在撰寫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有民間充分參與的行動方案的話 它容易得到支持 在最後獨立審查的階段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延續過去的行動的獨立方案 它也比較容易得到支持 因為我剛剛說 烏克蘭在剛剛那幾個項目 在開放標案 然後在礦業法 然後在轉型正義上面 他們之前的行動方案 他們就做過類似的 同一個方向的承諾了 他們這一年 2014年 或是後面那幾個 是追加上去的 所以這是一個 有延續性的行動方案 他們想要追求這個方向 更進一步的推動 所以像這樣的方案 也容易得到支持 那容易得到支持的方案 就會像烏克蘭的方案這樣 你不用寫太多 因為我剛剛說在 像這個方案 它的整個 承諾事項的全文 就只有這個樣子 它沒有說明 它沒有真的要說明 在方案的內文裡面說明說 現在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要解決什麼問題 等等等等 那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這是個好方案 因為烏克蘭在開發 它的行動方案的時候 它是有充分讓民眾參與的 這是那個IRM 獨立審查報告裡面 對於烏克蘭的 提出行動方案之前的公眾參與的程度 所做的評分 他們認為這是合作 合作的意思就是 有一個不斷進行的 政府和民間的對話 而且公眾還會幫助政府 去設定這個議題的方向 這是到了合作的程度 那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加拿大或是紐西蘭 他們在建立他們的行動方案 的這個階段所做的公眾參與 在評分裡面都被認為只有到 involved或是consult 或是在這底下 involved就是 你跟公眾問了意見 然後你會 你收到了公眾的意見 然後你會做出回應 這樣而已 所以這是一次性的 那consult就是更少了 你是跟公眾收意見 但你沒有要跟公眾說 你的反應是什麼 就是更低一點 然後在底下就是公眾只知道你要做什麼 但是公眾沒有表達意見的權利 所以烏克蘭在開發它的行動方案的時候 他們發展出來的方式 他們長期都有多方委員會 他們發展出來的方式是要用這種方式 不斷的進行的民間和政府的對話 去發展一個行動方案 甚至讓民間來主動建議政府 這個方案的方式 議題的方向應該怎麼走才是對的 像這樣的行動方案 就容易得到民間的支持 那也容易得到獨立審查機制的認可 所以他們的行動方案不用寫太多 那麼複雜的事情 因為在寫上去之前 他們都已經跟民間的意見充分溝通過了 好 所以最後一張投影片 台灣正要寫自己的行動方案 那要寫成什麼樣的方案 就我們一起來看看 謝謝